大家好,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娱乐新闻163的主持人。很高兴再次见到您。订阅频道,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这是今天的新闻。 王一博代言,Redmi Note 11化身小苹果,直角边设计曝光。Redmi Note 11定档10月28日发布,目前正处于密集预热阶段,首款主打配色迷雾森林正式曝光,拥有Note系列史上最大的外观升级。 按照卢伟斌的说法,Note 11系列颜值做出更多改变,想要和年轻人一样有棱有角,细节处处精致。 自从去年iPhone 12系列手机发布,直角边框设计再一次火了起来,华为、Apple、Vivo等多个品牌纷纷效仿,方正硬朗的同时增加一丝圆润感。 Redmi Note 11系列采用类似的设计,小米方面称之为小利边方案完美地衬托全面屏造型,这是一款为年轻人设计的,有棱角的产品。 小利边方案代表着坚定的态度,直来直往的个性,热爱的事情不绕弯子,一路走下去不顾一切的态度。 直角边框设计的手机就怕厚重,这也成为不少米粉而担心的问题,会不会像iPhone 13系列那样个手呢? 卢伟冰表示Redmi Note 11手感很好,没有个手感,原因当然是身材控制的还不错。 根据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,Redmi Note 11厚度为8.34毫米,大概相当于四五个硬币的厚度,如果重量可以控制在200克左右或者更低肯定没问题。 至于综合硬件目前还处于保密阶段,卢伟冰表示如果直接公布的话会对不起这款产品,不过已经有爆料在网上流传。 大致可以作为参考,Redmi Note 11成为该系列首款OLED屏幕手机,居中挖孔的镜头也能做得更小一些,屏占比颜值有望刷新记录。 屏幕支持120Hz刷新率,鉴于OLED材质特性脱影功耗都要更低一些,同时也能改善Note 10 Pro屏幕亮度不足的遗憾。 不过有一点需要注意,Note 11系列同样采用侧边电源、指纹二合一方式,小米的做工已经完美隐藏侧边指纹的存在,无法通过外观区分设计差异。 影像系统方面延续Redmi Note 9 Pro超高像素道路,继续采用1.08亿像素超高清主摄,通过强大的解析力部分场景下替代长焦镜头。 余下包括立体声双扬声器、X轴线性马达、多功能NFC、红外遥控等等应有尽有。 充电方面则有望首次下放120W超级有限快充,刷新千元机充电最快记录,同时意味着小米功能加快下放速度,未来会有越来越多旗舰机标配的功能出现在千元机产品上。 话题,小伙伴们,你觉得直角边框设计和产品的曲面机身哪一个更好看?你更愿意接受哪种设计方案? 先关注在留言、评论区和小伙伴们交流一下吧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